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們的Luxury系列 今天我們都精選了三個靚袋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 好靚啊 先來到一個大家都很愛的CC 就是一個Chanel牛皮 我覺得它的樣子像Sophisticated版的Chanel 19 是呀 它還要是挺身版 是呀 它是有處理的Chanel 19的皮板全部都是羊皮 因為它要做垂刀的感覺 我都聽說皮都可以耐用的 但是如果大家喜歡那個樣子 但是想要牛皮的話機會來了 因為這個有點復古 它又跟19一樣有一個chain 還有我覺得它這個 它的樣子更輕鬆一點 因為它這裏是梯形 19是長方形 所以你說這裏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看起來又不是太大個 但又可以裝 這裏有個手抽之餘 其實它還有一條長帶 是給你側背或斜背的 這條帶就沒得調 這裏我覺得它最好是甚麼呢 除了可以做手抽之外 其實這個袋子這樣 它的鏈子就算你側背也好 它鏈子就像做一個衣服 超美呀這個 而且它的硬件是Vintage Gold Color 有一點是Back in the Day的感覺 而且花了也不覺得 不覺得 而且它的皮都非常OK 但它這個牛皮又不會太硬身 即是你開不櫃到一個袋子 這個也是Turn Lock 打開 其實它裏面有點像Louis Vuitton的Porture Matisse 因為它都是有Compartement 但它的Compartement是正路的 後面有一個沒有厚度的 中間有一個有厚度的 前面有一個有少少厚度的 可以將東西分開 又不會倒在一起 而我覺得它的容量也是很優秀的 但它又不會太大個太小個 因為Chanel的包包沒有多少是可以放東西的 對不對 這個是顏值高得來實用的Chanel包包 而且不用鏡石它 因為它都已經牛皮了 它後面就沒有Compartement 但我覺得前面都夠坎 因為它開關不麻煩 打開如果你經常用的東西 你就可以不用放在Sip Pocket 你放在前面都可以的 而且Sip Pocket 因為已經有一個Flap 我覺得不擠得OK 如果你說我免得拉來拉去在街上 所以你可以不擠得OK 各位那些非常靚仔 我想客人沒有用過多少次 我目測就看不到花 看不到扁著格仔 看不到有額紋 還有四個角位都是很靚仔的 沒有什麼使用感 這個我會classify為沒有使用感 大家可以放心過來看 好 第二個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Boy Chanel 一個很靚很靚的灰 這個是灰藍色還是灰色 我叫它高級灰 是 因為它不是一般的灰色 它是看起來很high end 很容易搭配 但它又不用軸的灰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管它灰藍地灰是什麼 我已經叫它高級灰 而且這隻高級灰有一個特質 就是你深色和淺色都可以搭配 配在我身上 店長身上 其實都可以 它有一點點灰都可以搭配 對 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的情況是很靚仔 阿Lisa 看過了沒有什麼 其實是前面少少角位 後面那邊也有一點點 但Infinboy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它扁了出來 對 因為它扁了出來 因為它扁了進去 而且它是挺身的 所以你走路什麼的時候 這些位置很容易搭配 但花得不多 所以其實Condition-wise都非常之好 我記得裡面那裡有一點點白點 但Don't worry about 我覺得不太大問題 因為在裡面也看不到 如果外面的羊皮來說 我又覺得算是這樣了 因為沒有花、沒有戒紋、沒有壓花 正常這些都是因為開過袋時有一點點紋 所以是正常的 我自己就覺得Condition是很不錯的 已經很清晰的 而且它的硬件都是做了 Shiny的銀色 我覺得撞銀色就會更年輕一點 沒有黑色,黑色不是不好 是一名的經典 但可能你家裡已經有很多黑色袋 誰沒有多黑色袋 我家裡整個屋都是 我又不想再買黑色 但又想買一個正常的質感 比較容易搭配 不會太濃 我覺得這個是next best choice 你自己有medium 你有多喜歡呢 先不要說容量 因為Chanel這袋不是可以裝東西 有滴高的 說顏值的話 其實我有三個size 四個,Lead extra large 但那一塊都失去了 沒有人用 太大了 我覺得這個size是最美的 比例 以袋的設計來說,比例是最美的 很多人都用得到 例如我這麼高用得到 店長這麼小也都用得到 不會在他那裡過大 又不會在我那裡過小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還有Chanel寶寶們 加價加到瘋了 早買早享受 這個價錢都很friendly 你那些favorite給你 真的很喜歡這個袋 這個跟我的size是一樣 都是我覺得nevafavor裡面 最好的一個size 就是MM size 中碼 這個中碼 因為它的帶夠長 可以上到膊 之餘 它的長度不會太闊 不要GM的長度那麼重要 所以什麼人都用得到 而且我喜歡它夠輕 再加上這個比起我的monogram 還有一樣東西好 就是它包邊的被子 是不會變色的 因為這個是深啡色 它monogram的就是beige color 是淺色的牛肌 我覺得變深也不是一樣東西 是水積 是呀 一搭搭的時候真的有點頂不緊 所以要比較鏡石用 但這個就下雨也不怕 是 而且你喜歡它也是擦開 一擦開 你有袋什麼沒有袋什麼 一目了然 然後還要用完東西 你不用砌 砌下去 是 但會不會像抽象呢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即是你的東西比較濕碎 好像我這樣 即是我有鑰匙 我就喜歡買個內袋 鑰匙 如果不是都真的像抽象 因為始終它裡面的空間是沒有的 它只有一個sip pocket 所以就比較常會輪盡一點 如果多東西 另外這個neverfull是跟一個pouch 這個是新版來的 所以是有一個sip的pouch 黏住的 這個是可以拆出來的 它有一個勾勾可以脫出來的 你可以當作clutch用也可以 還有這個我自己有時候 我那個怎樣用呢 我當它銀包這樣用 因為始終它沒有拉鍊 你就會怕被人潛東西 這個它這樣保留了 如果塞了錢卡在這裡的話 就不怕被人潛了 但這個其實潛的風險都是低的 因為你的筋套底夾住 而且它的袋子有分不上阿森 還有我現在看著 我有另一件事我覺得是挺好的 有時的toe bag 底部不實正 你一裝東西的時候 它變成這樣外表 我覺得很難看 我是喜歡一些東西工整 你想想一下 你裝了東西之後 它這樣背上去哪裡好看 你也要引一條邊 但這個反而底部實正 是挺的 它不太重 它是輕的 但你放了東西進去 都不會是歪得住的 我不會的 我沒有用內袋的時候 我心急拆來用 我沒有用內袋的時候 它都沒有掉下來的感覺 那我就好 因為我以為你用內袋 就未必發現這件事 不是的 我開頭的時候沒有內袋用 太心急拆來用 我發現LV這個 Neverfood的底部是做得挺挺的 所以是OK的 是 因為我就是喜歡一些toe bag的底部 而且這個尺寸也是 我同意店長的 我這麼高又能用到 店長這麼小也能用到 不會太大 但它的容量是高 而且我經常都覺得toe bag 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在家 我知道現在輕世代 但是有些日子也有很多東西拿 你去迪士尼這樣 你很難說兩手肥肥肥 有相機 又搓手翼 又濕紙巾 小朋友的毛巾 對 又說小朋友更加不用說 所以我覺得怎樣學她說 都真的每個女人都要有一個toe 但我覺得大家買對就買一個就行了 toe真的不用那麼多 除非你好像她一樣 很喜歡 很多個用來替換是很好的 但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我都可能十次有九次半 我認識了這麼多年 你真的沒有哪次會用toe 對 所以如果你好像我這樣的話 起碼都要有一個 因為有些日子我都是看著我的衣櫃 我沒有toe用了 竟然沒有 然後就很厲害了 而且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它這裏是Canvas來的 所以其實是不會有問題的 沒有花沒有成的 皮位都是很帥仔的 很pristine的 裡面非常非常乾淨 沒有織無性的 基本上這個也是沒有使用感的 所以用一個kind of discount的價錢 可以買到一個沒有使用感的toe 又省了幾千元 對 可以買銀包 省了錢 又到give away時間了 今次很感謝雪花壽 sponsor了三支 他們的黃牌產品 英文是first care activating serum 我想很多你們都想試用過的 就是它的潤醋再生精華 這支是抗老的第一個步驟 我之前都用過的 highlight texture 它可以令到皮膚再生 和治癒能力提高 我就不說太多了 因為我想很多你們都很熟 現在看完這條影片 就過去I am Huck me的IG 那裡我就會announce究竟是怎樣玩法的 說這麼快又和大家說完三個手袋 當然我們不止三個 A wall of bags behind me 除了和你們說手袋之外 你們都可以拿你們的袋過來寄買 沒有什麼做的時候收拾衣櫃 就拿過來寄買 我會把寄買的資料的影片放在info bar 若有興趣就可以看一看 而且我們是不需要預約的 如果收袋來說 就是銅鑼灣和黃角兩間店鋪都收 但如果你想看袋的話 就過來銅鑼灣的店鋪 我們每天開多少點 十二之九 有人的了 不需要預約 所以大家看了就可以過來試試 今天就說到差不多 下次再聊 拜拜